現在我分不清是做事還是玩的事 其實無所謂,只要對著星空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畢道明王 又或者可以叫我Vincent 我主要都是拍攝星星的 或者叫星空 其實我一開始 反而是拍攝星空開始 挺特別的,因為我們拍攝星 他們距離我們很遠 星雲全部都是我們拍攝以前的東西 你面前很遙遠 矛盾很特別 即是拍攝星才會給你那種感覺 因為方法就是這樣 你怎樣去apply 去一些不同的新的嘗試 當年我試光害濾鏡 因為一般這些光害濾鏡 可能是在市交 或者是有部分光害的環境 我們一夜把它推到 去城市最光的地方試 所以就把城市銀行出來 拍攝到上下 你會發覺有些悶 然後你就會挑戰一些 難拍的東西 或者特別一點 以前是一個很急躁 很猛疹 經常很憤怒的人 我覺得拍攝星都可以訓練到耐性 EQ 通常越猛疑 整天就越不讓你拍攝 你放鬆之後 希望有機會隨緣一些 我經常都說 你學拍攝星最大的投資 不是任何器材 很簡單 如果你喜歡拍攝生態拍攝 你買一瓶600mm 是多少錢 十匹 其實你買過這些 就是追星儀幾千元 過 最大的投資 是你們晚上 可以出來的時間 大部分人日體要工作 晚上要睡覺 多好天都不回事 可能看天氣預報 或者看天氣 有機會天氣都會出去等 有時等到 有時等不到 但我覺得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例如我第一次在驗門 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我留了四晚在澳洲 直至我去到第四晚 有幾個小時 我自己才會看到 或感受到 這個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現在我也分不清那些是做事 還是我玩的東西 很簡單 我出團 跟他們去拍攝星 接著可能放假我又去拍攝星 不過一個人還是一班人去拍 其實沒有所謂的對著 你一開始對著星空就可以了 現在又很流行有些叫遙控天文台 他會租的地方租鏡子 拍完之後就在外地 傳出一些照片 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完全沒有那個感覺 因為你不是對著星空去拍攝 城市上面的星空 始終都是香港 很適合發揮這件事 因為香港的夜景都漂亮的 踏入002之後 其實你看著 因為那個 珠三角的工業發展得很厲害 除了光污染之外 又吹一些污染的空氣下來 接下來也是 可能大嶼山外 又說會填海 搞一堆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拍攝星的地方 其實會越來越少 我的夢想 我的理想就是 有一天可能這個深空攝影 或者這個星空攝影 成為其中一個主流的攝影 尤其是都市人 都是上班 平時煩的可能是很多家庭上的事 很多事業上 愛情上 但如果一個人對著星空 你就可以靜靜地想想自己的事 將來的事 甚至與我們生活遠一點的事 你看到屏幕之後 你便會覺得自己很小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煩惱都會變得很小 人整個地球 整個太陽系 甚至乎整個銀行系 都是很渺小 直播群 我們每個小都的 偶像 有很多 你的 這次 無 被 被